大马鱼总第一组别对内对抗赛 于星期三在大马鱼球学院开打 由于共有多达十只男双组合参赛 因此大马鱼总决定 把男双项目分成两组进行循环对抗赛制 小组前两名将进行对抗赛制 交叉半决赛 另外四个单项排名前二的选手 则会在决赛再次碰头 由于本次赛程密集 选手们都必须面对一日双赛的严峻考验 这导致33岁的老将刘国伦 因体能无法呵护而感到身体不适 最终决定退出比赛 除了刘国伦 李子佳和宋俊阳 也分别因背部拉伤以及脚部受伤气战 随着前四星女单冠军 吴景威早前因为脚伤退赛 马尼拉东运会金牌及苏纳和女双老将徐嘉文 也受到肌肉抽筋和膝盖伤势问题而选择棄赛 导致女单和女双只有四人和四肢组合参与争夺 大马鱼总教练总监黄周翰表示 这三位女将只是面临轻微的伤势 但由于医生建议她们暂时休息 所以决定退出比赛以策万全 另外 国语混双组将吴顺发在对内赛首益 对阵徐邦荣与谢仪欠时 意外拉伤右侧肋骨肌肉 被逼半途气旋退赛 以免加重伤势 这也使得混双组剩下四肢组合竞争 包括自由人陈炳顺与吴柳盈 陈炳顺也透露 大马鱼总拥有最好的设施和专业团队 因此希望鱼总考虑每个月举办一项国内赛事 帮助球员备战东京奥运会和明年初的积分赛 她相信只要有适当的规划就可以办到 大马鱼总日前发布一封公开信函 指盖协会正面临财政困境 希望得到大马政府的财力援助 以顺利举办2020年烫油杯决赛圈 否则最终就不得不取消这项世界团体大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